阴行或国 国就是朕了 国 我已成就庄严佛陀 清净之心 国感落差了 所以 你看他这句话 这个五是阿弥陀佛自成的 在极乐世界 他已经成就庄严佛陀 清净之心 清净之心 能庄严 成就庄严佛陀是所庄严的 总的来说 齐心动念 言语造出 要跟清净平等觉 相应 这就出现了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第一 副地 怎么中国人想 副地 副人居 副人居 副地 并伐界 虚空界 第一个副地 第一个副居 居住地方 所以 释放祝福 赞大 下面是 故意 比一极乐界 无量功德 居住专业 那 无量功德 是极极 大佛会心 居住专业 是 圆满 古德 古德 鲜鲜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很冷静 细心 思维 观察 众生的 福 从哪来 有福的地方 就有福了 没有福的地方 就没福了 佛在经上 告诉我们 四王天 这讲四周 佛经上讲的 东南西北四周 东圣神州 我们这个地球 是水 这个地方 东西南州 有福法 白居炉州 没福法 一般 一般 金山江 那个地方 人福宝大了 寿命长 都是和一千岁以上 很少 要这点 很少 资源非常丰富 生活 不必 劳力了 所以他生活的 很舒适 不想修道 所以说 这就是 佛家讲的 富贵 学道 他生活 太修理 不想修道 那么他 佛想完了呢 佛想完就没有了 修再大的佛 都能想得进 想尽之后 佛想尽 你过去身中 造的那些业 有些业 你还是搞六道轮回 还是随意 也受报 人 有佛报 伸到天上去 向天父 天上虽然不造业 天父 想尽了 怎么办 过去身中 在人间 在罗刹 在畜生 在恶鬼 造了不少业 卧业 那还是他受报 地狱里面 只受报 没有造业 跟天堂一样 天堂也是 只有受报 没有造业 天堂是福报 善报 地狱是悟报 是苦报 佛想得尽 罪也受得尽 罪报 报完之后 从地狱出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